公路一哥换人当Damiah leader 标39分 太阳山巨头只胜KD 胡人在主场夺首胜 Hello你好我是Johnny 今天MBL两场比赛咱们来聊一下 一场是公路队七六人 一场是太阳队胡人 大家要知道的是LeBron James跟KD 自从2018年之后就没有交手过了 今天也是他们2018年之后的首次对决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媒体或者是球迷队账比赛 都有很多的期待 不过在聊比赛之前 这里要先插播一个小小的资讯 那就是明天10月28号咱们要发鸡牌了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发鸡牌发鸡牌发鸡牌 北中南三个地点各限量100份 发完为止 要吃的记得早一点去卡位 另外我会在高雄的场出现 如果你想要跟我合照或者是聊聊天的 记得要到现场哦 好以上是鸡牌的部分 接着让我们回到NBA的赛场上 咱们现在关心公路队七六人 那关心上比赛之前 大家知道是哈登目前跟七六人球团的状况 关系相当的紧张 因为根据记者的资料显示 Jamesh哈登原本是想要随队的 可是被保全人员挡了下来 不准他随队 跟直白说七六人球团踩得非常硬 而且大家知道是目前NBA有轮休的政策 如果你没有出赛 联盟会调查你为什么没有出赛 那现阶段联盟已经要着手调查 哈登缺席的原因了 接下来就要看后续的变化了 好接着让我们回到七六人跟公路张比赛 张比赛是公路队在主场拿下的胜利 那算是险胜 那我也相信球迷在看完张比赛之后 应该就会知道 为什么公路队要抢Lead的原因了吧 因为他的标分能力真的太出色了 今天这样比赛的公路下的全场最高的39分 我们直接来看关键时刻的这个回合 比赛时间还有1分17秒左右 当时公路队领先对手2分 画面上你看到的真的是公路的比赛 可是Demiel Lear在半场附近持球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拿下年度MVP的赤母哥 离他非常远 就是要让他进行单打 实际上在前几个赛季的公路队 球迷绝对看不到这样的画面 可是因为他是Demiel Lear 赤母哥必须要配合 而且他非常准 接下来Demiel Lear一个人进行单打 换过了对手 骗过了重心 直接来一个后撤步的3分球 开个玩笑的说 手表哥又看手表了 今天这样比赛的Demiel Lear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公路的总教练在调整战术的部分 也调整得非常成功 很多时候都让Demiel Lear跟队友 去进行所谓的挡拆 更重要的是挡拆的球员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赤母哥 而是Lopez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Lopez是打5号位 换句话说挡拆之后 如果Lopez往外拉 那么7-2人的禁区 就很有可能会闹空城 毕竟900MB打的位置 也是5号位 这里我们直接来看两个回合 球迷就可以知道 Lear的破坏性有多强大 他的射程有多远 另外总教练是怎么跟他进行搭配的 后面上这个回合 Demiel Lear从后场持球 一过半场 公路队就两个球员去帮他进行挡人 把原本手Lear的圈圆给夹掉 让Demiel Lear直接切入到禁区的分 接下这个回合就是他跟Lopez的搭配 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Joco第一拍并没有跟上去 这个时候Demiel Lear就直接喷了一个三分球 而这样的打法是过去我们在看公路的比赛中 不会看到的 可是因为小李飞刀的加入这些POSE总教练 在进攻端上必须做出很大的调整 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更直白说如果一名球运的进攻效率跟准度 是联盟顶级水准的时候 那么全队就应该要配合他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要讲得分技巧以及技术 Demiel Lear绝对不会比志姆哥来得更差 因此在第一场比赛 球队就可以达出这样的内容 我相信如果你是公路的球迷也会对这个赛季 有着很高的期待 接着我们聊一下志姆哥 实际上志姆哥这样比赛的表现不算好 因为他全场发生了七次失误 因为罚球的部分是出手九次 只进了三球 直白说如果不是Demiel Lear在关键时刻跳得出来 希伦是非常有机会拿下这张比赛胜利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球员是Chris Milton 这张比赛要只有打了16分钟 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 公路队这个赛季可被走得更远 Chris Milton将会是关键 毕竟他是这支球队封线上很重要的球员 攻守两端上都是如此 另外总教练是选择让B10里打先发 而不是Pet Connaughton 我自己的看法这个部分未来也有可能进行调整 直白说不是B10里不好 而是如果考虑到防守端 那么Pet Connaughton也许会比较适合 否则公路队12号为防守的部分会是很大的考验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秋人 这里我想要请球迷给秋人这些球员多谢的掌声 甚至是总教练 毕竟秋人少了一位年度MVP等级的球员 但即便是如此球队还是可以跟公路队达到最后才分出胜负 实际上虽然很多球迷甚至是球员不看好的秋人 但我自己认为秋人的状况并没有这么差 毕竟秋人目前已经换成总教练了 总教练是在棒队拿过总冠军的Nickness 所以我自己对秋人并没有这么样的悲观 而这样比赛的秋人表现最好的球员是Mexi 这样比赛的攻下了31分 实际上他也是我心中最佳进步奖的任务人选 主要原因是如果Jim Zahad没有回到场上或者是离开这支球队 那么Mexi当然就会有更多出手的机会 而且他的投篮民众率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这一点非常加分 另外在休战赛基中底薪加入球员的Catty Rubber 上比赛标了27分 其中包括5颗3分球 当初签下他的时候很多球迷都在开玩笑的说 这是一个抽福袋的概念 那目前看起来结果还不差 不过Catty Rubber是一个表现极度不稳定的球员 所以他可不可以保持这样火热的手感 一直到球季末呢 这一点也是为了要观察的地方 好 其实我们来聊胡人队太阳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胡人队如果打没有Booker 没有Brady Bill的太阳队 在主场都只能赢5分 那么本季胡人队的前景是值得看绿的 那这场比赛胡人队的外线是打铁 全场3分球投29只中5 这当然也是今天比赛会打这么辛苦的原因之一 至于太阳队的部分就是看死神KD一名全员在撑 他今天攻下39分 不过在第4节末段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KD真的累了 因为这场比赛他又打了39分钟 而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的事 毕竟不可受伤 预计要秀一个星期 另外Brady Bill目前也还无法上场 至于太阳队三巨头在今天并没有合体 全场只靠KD带着一票 底星全员在撑 可是可以把胡人队逼成这样 我自己的看法已经可以向太阳球迷交代了 好接着我们来聊胡人队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今天胡人队可以赢球是靠着全队的防守 今天胡人队防守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造成太阳队20次的失误 所以即便自己的3分球是打铁的情况 可是球队依然可以在主场拿下胜利 另外Lablon Jones在比赛末端的2次坦克切 当然也是球队可以拿下胜利的关键 在这里要恭喜胡人队的球迷 而接下来我想要聊的是两名球员 一位是Vincent 一位是Christian Wood 今天这两名球员都是从板凳出发 虽然进攻段的表现一般般 两名圈都只有拿下7分 可是这两名球员的防守 绝对是今天球队可以赢球的关键 其中特别是Christian Wood 我相信一般球员对Christian Wood的防守都是摇头的 可是今天他在防守KD的部分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做得还不错 我自己的看法主要原因是他至少有身高 Christian Wood的身高是6尺10左右 所以在对位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劣势 实际上今天胡人队在场上 前场的部分很多时候是LeBron James AD再加上Christian Wood 而我自己的看法 Christian Wood其实是一个可以多多使用的球员 今天要上场的21分钟拉下10个篮板 另外全场正负值是正23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这里我是提供一个小小的意见 希望Helm听得到 实际上Christian Wood跟AD可以打所谓的高低位配合 因为这两名球员都同时具有低位 中距离跟外线 跟直白说如果胡人队的后场球员 比方说AR或者是D&J Russell熄火 又或者是LeBron James在场下休息的时候 胡人队当然就可以尝试让Christian Wood以及AD 打所谓的高低位配合 另外防守端上也许Christian Wood的防守不是特别好 可是因为他有身高 这也可以让AD去做他擅长的事情 也就是站回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Christian Wood是一名可以多多使用的球员 跟直白说他在进攻端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定会比Vanderbale或者是Prince来得更多 聊到Vanderbale目前的他是受伤的 那我也相信Vanderbale回来之后 一定也会成为球队主要轮换名单上的球员之一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包括Hats或者是Can Radish的上时间 也都会受到影响 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两场比赛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清楚聊天吧 拜拜